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富山香堂 這次呢準備了幾個大家常問的問題 很多人會問我們說 我們的香品都是用功克數來算 到底這個數量是有多少呢 那我就以我們的200克 還有我們的100克為例 基本上我們200克我們都會跟客人說 大約是666支 100克差不多是400-500支左右 主要呢還是以功克數為準 我們一定會是除重 說200克就一定會是200克 因為香品數量它不可能說 200克就百分之百 每一數都會是可能666支 它是不一定的 可是重量會是一定的 很多客人會問 一樣都是檀香 一樣都是成香 但是我們數字卻還有 380、935 然後可能285這些不同的數字 那它們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有什麼不同呢 它就是我們分類 這些香品等級的標誌 雖然說都是同一個產區 可能這一數都是惠安系的成香 可是呢因為產地啊 油脂含量啊 它的不同 聞起來的香氣也會完全的不同 所以我們就用了編號來推薦它們 那同時是方便客人來寄啦 因為很多客人會來問我說 我要你們的成香 我們的成香非常多種 它到底是哪一種呢 其實你這樣說 我們也不知道 那如果你們有記錄這個編號 你就會來說 我要你們的惠安285 那我們就會知道說 您要的是哪一款成香 相對的 越貴的香品 它的味道就一定會越好嗎 越讓我喜歡嗎 其實它是不一定的 香味它是很主觀的 越貴 你就會越喜歡這個香味嗎 其實我覺得它是不一定 沒有絕對的答案的 下一個很多人問的問題 在家裡面可以點香嗎 那點香會招來所謂的無形嗎 那這邊我要跟大家去講一下 其實香品它可以 氣通三界 跟三界溝通的一個橋樑 不過呢它並不是說 你點什麼它就會招來什麼 其實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溝通的工具 而是你點它的時候 心中想的是什麼東西 很多人呢 它把香品品香當成一個興趣 當成一個紓壓的居家香氛 它點的時候並沒有多想些什麼 那香品就單純是一個紓壓的居家香氛 它並不會招來些什麼 那有些人 它帶著招財的念想 它希望點這個香在柴位上 可以引來柴氣 有些人呢 帶著除惠的念想 它希望點在家裡 可以幫助驅除惠氣 這時候呢香品它就是一個非常好的風水寶器 因為呢 它會帶著你的念想 去傳達給你財神 傳達給你的護法神 讓它來協助你完成你的願望 至於會招來無形嗎 其實就像我前面說的 它關乎到你怎麼想的 如果你點的時候不是亂想 去想一些害怕的事情 那或許它並不會是一個非常好的事 但如果你是帶著正念去點這個香 或者是你帶著無所求的想法去點這個香 並不會去特別引來所謂的無形的 你是可以開心的去品這個美好的商品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一期的商品Q&A 就到這邊 跟大家說拜拜囉